新北市联新慈善会由副理事长侯登旺带领 捐赠了3000台金的白米 还有37箱的民生物资给华联市公所 市长温嘉杰代表接受 他也表示受疫情影响 大环境不景气各行各业遭受波及 也让原本就生活困穷的弱势家庭更辛苦了 很感谢三星人士及团体可以发挥爱心踊跃捐助 这场爱心物资捐赠活动 14号上午在静丰生活园区举行 新北市联新慈善会的副理事长侯登旺 协同了多位干部把JP物资收到现场 这是联新慈善会第一次把爱心触角延伸到花莲 未来也将会在花莲继续扩大关怀弱势 我们这个联新慈善会 目前是从嘉义 宇北 包括那个中张头 陶子苗 新北市 台北市 到宇南 还没延伸到新北市 但是就是有那个花莲的警察 我们为了理事 他想要来从事这一块有爱心 有那个理想说要来帮助我们这个花莲的一些比较弱势团体 我说好 那我们就来开阔吧 理想把他希望把他露成这样子 最后就第一次来这边捐献百米三千斤 还有一些物资实际上送到比较困苦的人这样子 市长魏嘉贤表示 这一次的物资捐赠是透过县运魏嘉宴来引荐 搭起联新慈善会与花莲事工所爱心扬善的桥梁 那也谢谢我们最近也非常多的一个单位 这样子在疫情过后其实真的很发心来协助我们花莲的所有乡亲跟社福团体 我们知道在上半年度的时候其实疫情非常严重 是对于一些社福团体还有一些公共团体的捐赠真的少了非常非常多 那也谢谢我们这些团队们看到花莲还有一些弱势团体的一个需求 马上来到花莲来做一些捐赠 那我们真的再次非常非常感谢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花莲事工所这个平台 能够把它转借给更多需要帮忙的一些伙伴跟朋友们 那再次要代表花莲市民 谢谢我们新北市联新我们慈善会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再次的感谢大家 市长很感谢善心人士及团体愿意帮助花莲市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家庭 他也呼吁周边如果有个案需要协助 可以通报给里干市或者是里长 或者是反映到市工所社劳客 市工所会请全力来协助 借着会换市报导